歡迎各位來到將歡迎跑馬4.0的頻道 剛剛1月8日開始 馬會的彩池有所謂新玩法 二重彩可以過關 混合過關的諸如此類 另外馬鐵就去到五口 跑日馬就五口 夜馬就四口 夜馬就四口 都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沒有留意投注數字 你說內部數字 你說的大術都沒有用 真正要分析有多大作用 是要看著細數 整盤數來看 這些只是馬會內部才有我們 無謂猜猜猜猜猜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平壩人和投注人 成效如何由得自己馬會高層決定 這個差不多必然 因為馬鐵這麼多年不斷萎縮 萎縮作為一個主政的人 高層做生意的人 如果沒有人會有勇氣 說我折賣他的時代過了 雖然說很少錢 一千萬就是一千萬 一天三口每口都三千萬 如果你刪了頭柱 沒有三千萬都不知道在哪裡找回 又不知開什麼採持 作為一個做生意或者商業高層 絕對不會有自己的迷路 唯一一個立即想法就是 因為新人上一任 立即做事 不如在這裏加夠 倒到你厭為止 如果這個侵劫倒到你厭為止 一個禮拜本來是六口變九口 就算不是全面增加 增加少許都好 這個差不多是 每一個受薪的行政 信用人員都會這樣想 不用說 但實際上沒有作用 沒什麼作用不大 你不要說 加了三分一個頭柱 多一千萬 我又不太相信 當然 那些人買開MARTY 就買不買就不買 但是今晚都是那類人 你不會把位置客 或者位置Q客 捲進去MARTY 就算你拿了那些人的錢 那些人自然在那裏 減快一點 最重要是整個批 我們一個批是否這麼大 那批是怎樣設法 這個是他們認為 怎樣做得最好 可以拿得最大的效益 這個是他們買會高層 高層 高薪人員想的事情 不關我們事 我認為做出來 但根本沒有太好作用 我經歷了香港的賽馬幾十年 由最初不是 投注站都不是online 一直改又改又進步 又過關又過關 我覺得香港的賽馬 基本上是有兩三個突破很重要的 最好的突破 我已經過了 就是過關票 你可以先中了收錢 就是最後一步 最好就最好 就是不要窄著這些錢 我明明買四川六 過了三關過了 尾關的錢不給我 我沒有得補票 連這件事都做完 差不多已經可以做完 可以做完 沒錯 靈活玩 可以減到 免得這麼麻煩 總之買Q片 買八個六號幾個都可以 這些都可以 差不多可以做到 利用現代科技可以做到的事情 已經做完 例如二重採 初初我相信 他慢慢摸著整個學者 他的技術性 當然做到 從單口變過關 可以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 但問題就是 我就這樣說 五花八門 幾十萬樣東西 但錢只有一百元 你只有一樣東西玩 我一百元買下去 兩樣東西玩 五十元一份 十樣玩 我都可能 只有一百元十天來玩 省小一點的鑽馬 我不管 我只是玩自己擅長的那量飯 我覺得大部份香港漫為這樣 不會說 因為你開了一個戰場 我就要介入 或者加鑽馬 例如我的思維 以WIN為主 所以我通常都是買MARBEL 但買MARBEL的人 不是很多 每個人的思維不同 有些人喜歡過關 自己每天 單Q四川十一 博發達 每個人的手法不同 對MARBEL來說 對我來說 完全沒有影響 我全年 大概買兩至三次左右 每次都一定有一個準則 最好兩關就雙膽拖兩三隻 大概買四柱六柱 或者沒有雙膽 一膽都重要 一膽拖三腳 簡單來說最正宗 就是買八隻馬 雙膽拖兩腳 一膽拖三腳 買八隻馬 希望中六隻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只中四隻半 當然有隻會第四 沒有所謂 一年買幾天 我想一年買兩至三隻 每個人不同 反過來是三寶的常客 不是自己買 平均每兩三次買一次 我又不是買很多柱 我三寶是一柱 兩柱 最多四柱 一季都可以贏 中三五七次 圍都可以 每個人的思維不同 我選馬 以WIN為主 但適合我玩些 孖寶三寶 但如果是孖梯 太複雜了 他都說了 還為志嬌開心的年代 還要種單天 搞不搞 當然會買 種一場單天 那兩場天 怎麼這麼容易 難道財來有方 逼你發達嗎 他有沒有Jetpod想吸引人 剛剛星期日有一口 有一口有Jetpod 第四口 其實當這些採詞 希望Jetpod去吸引一些 平時小賣的人 都買回十元八塊 或者投注一下 我有時都會的 有時見到Jetpod那些 場次 因為我自己 每一場都說 我通常都喜歡選三隻馬 來撞一撞 碰一碰運氣 所以有時 我都會在場次 留意一下 特別有時 有些Jetpod 都會買回十元八塊 去撞碰一下運氣 當然 都是幾住來的事 看看怎樣組合 其實我們就是 時代過了 九七的時候 三T的市場過了 現在都沒有消息 以前曾經發生過 現在又會再不是這樣的 時代過了 因為大部份 買迷都電影 玩了幾十年之後 發現原來賣三T是愚蠢的 賣三T不如真的 買十元六合彩 如果對我來說 對 對 對 環節都很渺茫 現在都不能買十元 你去買一張電腦票 二十元的樂彩 比自己慢慢量度 這單三T 所以三T也有整個運材號 賣給你 給你電腦票 三千日電腦飛,買二十元 馬迷真的好笑,馬迷不會是這樣的人 所以事特不同了 我個人覺得馬迷可以做事已經完成了 在玩遊戲、博彩的形式已經完成了 這根本是放在這裡,效用很小 反正那批這麼大,放多一顆士多啤梨又沒有影響 放多一顆藍莓又沒有影響,這批在這裡 那批要這麼大,希望放多一顆西莓在這裡 你會多吃一口,但沒什麼用 最主要是整體投注 整體投注,又受到經濟影響各方面 還有難度,有沒有騎士突然出現 今年都不是太差,但我想都不會有什麼好景出現 我估計他們都預知了 所以現在這麼早要開911開始追溯 你想想,往時沒那麼早 貴初三分一賽祈禱已經開始追溯了 很多時候你都看見他出盡百保去想想 總之馬會盤數就是內部,你們不知道的 不過大家用常識 因為我自己再說,三十年前我曾經參與過澳門馬會 如果takeover,怎樣運作些錢,怎樣去 什麼叫做投注,什麼叫做投注收益,抽稅 這些都算過之後 在香港馬會現在在賽馬上是慘性的 他們是有錢賺的,幸好他們是賭球,六合賽全部都賺錢 我可以大膽地說 現在馬會的盈利八九成是賭球,一成是賽馬 應該香港叫做賽波會 但不是賽馬會 全世界都是這樣,不過我不是說香港外做得差 因為全世界都是這樣 賽馬已經開始有一世紀 很多愚蠢地方 在杜拜,卡塔爾,或者沙特那些 都亂扔船出來玩 他們不是玩一年 他們扔船出來玩幾個月,玩幾場大賽就可以了 這樣沒有現代賽馬,再用採詞的形式運作 成功的不是很多 澳洲是很特別的 香港,日本也很多 但只有一個叫慘性 不同,日本的水份很高 但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要學到日本的水份這麼高 我都覺得很厲害 其他人只有慘性 一想盡一切辦法 沒了他 時代過了 幸好我再講 結論就是我有幸於香港的賽馬高峰 那時候 那段日子都叫做工作過 都開心過,得益過 現在時代過了慢慢 你怎樣做什麼辦法 沒有了,所有回陣都用了 從外出最後回陣那招 現在連海外賽事都減回陣 你想想 我才知道馬會真的 我想都沒有什麼 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用科技過關又過了 那些幫你靈活彎 你不用計算多少次處 又計算什麼都給你做完 等一下給你總處馬 可以做事做完 如果想到什麼特別好辦法的人 聰明的人 這些 拿羅勃爾獎 或者是 什麼 那時候才行 沒什麼可能 好啦,我們拉閘講了這些 因為去到貴中 我再講 馬士必有 難道日日新嗎 雖然出去都是跑 每場跑三四天 前三四天出來 你怎麼猜 怎麼賣 馬士哪有這麼多新事 不是時事 時事 一個星期六七宗 七八宗 每樣都可以 不過我們都試試在貴中 看 譬如這段 沒有什麼特別話 但我再講 有些話題 我們平時未必有機會講 沒有的 趁這些空檔的時間 沒有什麼可以補充 那時候 馬會有些 新油出來 我都叫做 不會傻子 不會傻子 對 所以影響不大 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都想 帶出一點 其實就是 現在香港馬會 竟然採馬 相當困難 所有焦路的事情 所有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都覺得 已經做完了 這一集談到這裡 歡迎網友 繼續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也歡迎 我們的收費會員 所有收費會員的方法 可以看我們的 YouTube 我們的文字 介紹 連結可以進來 就可以成為收費會員 收費會員 每個賞賣日 張先生都會在頻道 都會有WhatsApp 現場提供 提供即場馬發狀態 那方面的資訊 我們這集先談到這裡